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七尾医生 今天我们聊什么话题呢 聊这个喝茶和阿尔斯海默病 也是老年痴呆之间的关联 很多人问了 他们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我们来看一看 阿尔斯海默病是导致痴呆的主要原因 是神经退进性疾病 全球大概有5500万人 并且由于人口的老龄化 这个阿尔斯海默病 还在不断的一个增加 而喝茶呢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健康的习惯 因为茶艺中还有多种有益的话 化合物比如说儿茶素 茶多酚 还有咖啡剑等等 多项研究表明 茶液体取物能够抑制什么呀 癌病 延长寿命 降低高血压和患心脏病的风险 然而尚不清楚 和阿尔斯海默病之间 到底有什么关系 近日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 在世界顶级期刊 叫Frontiers E-Nutrition 发表了一个研究 每天喝5到6杯茶 患阿尔斯海默病风险 较低 较低 而喝太多 或者较高的话 则与阿尔斯海默病的风险相关 每多喝 每一天多喝一杯茶 在5到6杯指数之上 阿尔斯海默病的风险 就会增加48%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每天喝超过 每天喝过多的茶 与大脑挥植体积 和右侧海默体积减少 是密切相关的 在这些研究中 研究人员通过双样本 孟德尔随机化方法 研究基因预测 预测了茶的摄入量 对阿尔斯海默病和脑容量的影响 这个茶摄入量数据 是来自于英国生物库银行 而阿尔斯海默病 是来自于国际阿尔斯海默病 基因组学项目 这个基因预测 茶的摄入量 与阿尔斯海默病 是显著相关 每天多喝一杯茶 与阿尔斯海默病 风险增加48%相关 敏感性分析 没有发现任何多效性和意志性 进一步表明了 结果是可靠性 阿尔斯的孟德尔分析显示 那么随机法分析显示 就是说茶的摄入量 与大脑总体积的增加 是正相关 然而这个茶的摄入量 与大脑的灰脂体积减少是相关 与白脂的体积增加相关 同时研究发现 茶的摄入量 与右侧海马体体积减少 是密切相关 最后我们来看结论 研究人员还分析了 英国收容库样本 堆裂中 茶摄入量 与阿尔斯海默病的关联 与不喝茶的人相比 每天喝5到6杯茶 患阿尔斯海默病的风险 是较低的 那么然而随着摄入量的增加 茶的保护作用逐渐消失 最终变得有害 与不喝茶的人相比 每天喝超过13杯茶 那么患阿尔斯海默病的风险 会增加67% 所以我们前面也有过一篇研究 就是说茶的摄入量 多少量的时候 我们的全阴死亡风险会最低 每天2到3杯茶 6到7克左右 这个时候我们的全阴死亡风险是比较低的 每天5到6杯茶 患阿尔斯海默病的风险是比较低的 那么茶也虽然健康 它是一个很好的饮品 但是也不能过量 万事万物都要以什么样均衡 均衡后营养才是最好的 过量了对身体可能就会有害啊 好 也欢迎大家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见